Hello 今次Patsy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唇步护理 除了每次化唇妝之前我會用潤唇膏 也會在一個星期的時候做一個深層的lip treatment 嫌自製的磨砂麻煩的 也可以買市面上的唇步磨砂產品 這隻也是大約40-50元而已 輕輕按摩磨完之後 就可以用乾的紙巾印走多餘的唇步磨砂 我通常都會用一些有機產品 例如花水 噴濕了棉花 我就會再蓋在唇唇上等它一會 然後就用一個抹的方式去抹走 適合多餘的唇步磨砂 上方便 用清水洗都可以 做完磨砂之後很明顯比之前更加幼嫩 也可以選擇市面上的唇步產品 其實這隻是Toni Moly的唇步的面膜 但我絕對是不會回購 因為它不斷掉下來 而且真的很不適合 反而用濕棉花去敷 我覺得更好 趕快畫一些眼耳口鼻 之後再化一個唇妝 這次唇妝之前我會先打一下底 也是用LOLA的lip treatment 唇妝方面 這次會選擇的顏色也比較誇張 因為我的眼妝也是很平淡的啡色眼妝 所以這次用的顏色也不會太搶眼妝 這次用的顏色是鮮的粉紅色 其實它也挺出色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不斷塗上去 首先我會用唇膏尖端位去勾畫我的唇形 然後就可以慢慢填中間空隙的位置 那你就不用擔心會畫出界 近看就好像不夠顏色 待會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有多深色 再來如果覺得唇妝不夠漂亮 可以用LOLA這支遮瑕筆 其實每一個牌子的遮瑕筆都可以用得到 不一定是用這一支 其實NYX等等都會有很多類似的產品 畫完之後記得要用手指去blend鬆 畫了那條線 不然它就會像一條線 一條痕圈住嘴 塗這類型的嘴只要一個淡淡的眼妝 就可以輕易的carry得到 化好妝就可以跟衣和做一整個頭髮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的小小分享 拜拜